接下來我們是一個東西叫做熱量 熱量 當兩個東西的溫度不一樣的時候 中間就會有一個能量在轉移 這個能量的這個所轉移的能量 就叫做所謂的熱能 那熱能多跟寡用數字表示叫做所謂的熱量 所以的重點叫做 這個重點叫做熱吸種能量 熱吸種能量不是一個物質 因為歷史上曾經把熱當成是一種物質 這是一個歷史的錯誤 所以這件事情會有人喜歡問 問你熱是一個能量還是一個物質 當然它是一個能量它不是物質 不是物質 因為歷史上曾經誤認為熱是一種物質過 所以我們會強調熱是能量不是物質 兩個東西的溫度如果不一樣 就能量轉移這個能量叫做熱能 用數量化解叫做所謂的熱量 那麼 最後兩個東西的溫度不同 會有熱量在轉移 轉移過去之後 吸熱的溫度會上升 放熱的溫度會下降 所以能夠達到兩個溫度一樣 這稱之為熱平衡 熱平衡的時候 外表上看起來 外表上看起來 兩個溫度就不再改變 不再變化 維持向何溫度 重點到熱平衡 今天是這個觀念 後面會一再的提到 會帶引到 兩互相接觸 最後必達熱平衡 什麼叫做熱平衡 兩個東西的溫度一樣 兩個溫度一樣 熱平衡的時候 外觀上 溫度不再變化 好 那 用溫度計去量東西的時候 就是要 讓溫度計跟那個東西 達到熱平衡 所以溫度就一樣 當然很少的說 那表明溫度計比較冷 東西比較熱 那下去的時候 我們熱的東西會少一點 溫度計會多一點 對 可是因為這個量很少 所以把它忽略不計 所以 溫度計跟它達到熱平衡 然後溫度就一樣 所以溫度計所顯示的刻度 就是那碗液的溫度 就是那碗液的溫度 一般而言 我們吸收熱的時候 溫度會上升 放熱的時候溫度會下降 所以我可以根據溫度的變化形形 判斷誰在吸熱 誰在放熱 那麼 還有一種情況 是未來才會教的 那以後再講 基本上 目前為止 我們就是吸熱的東西 溫度會上升 放熱的東西 溫度會下降 溫度會下降 然後呢 可以根據 溫度的升降來判斷熱的流動 但你也可以知道 熱的流動 知道溫度的會上升 還會下降 那麼你要會的事情有 摩擦或壓縮的時候 可以使溫度發生變化 大家冷天的時候搓手 搓一搓搓一搓 搓一搓 只要發燙 摩擦會生熱 打氣筒 打輪胎的時候 也會使溫度上升 這些東西 都是會使他要上升的 就有預計叫做 氣體膨脹的時候 溫度會下降 細節原因 國中不焦 你只要記結果就好了 我們在三年級的地球科學的時候 會提到這件事情 我們在三年級的地球 會提到這件事情 體氣膨脹的時候 溫度會下降 為什麼 國中不焦 你只要記結果 只要記結果 OK 來 這就開始要做一些 跟計算有關係的觀念 我們的 熱氣的能量 這個能量單位 我們用到卡 那什麼叫做一卡 就是一公克的水 溫度變化一度吸 所吸收或放出的 升高一度吸都吸收 下降就是放出的熱量 就稱之為一卡 一個卡路里 簡稱叫做一卡 一公克的水 升高一度吸 就需要吸收一卡 一公克的水 下降一度吸 就會放出一卡 一公克的水 一度吸 叫做一卡 一卡 好 那我們在食品 你講家教食品 在生物啊 建教學會叫做什麼 所謂大卡 幾大卡 幾大卡 大卡就是所謂千卡 一千卡 一千卡 幾大卡 幾大卡 這個你知道什麼 脂肪啊 有沒有脂肪啊 蛋白質啊燃燒放到多少 你都學了幾大卡幾千卡 一千卡 一千卡 一倍 好 實力讓你先用大卡或千卡來表示 那另外一個單位叫做交耳 另外一個單位叫做交耳 另外一個單位叫交耳 熱吸的能量 4.18交耳 有些考驗的就寫4.2 考驗上寫多少你就算多少 考驗上寫4.18你就用4.18算 考驗上寫4.2你就用4.2算 好 一卡等於4.2交耳 一交耳等於0.24卡 這個單位換上了問題 不過這個問題暫時不會出現 因為你們還沒有學過什麼叫做交耳 以後就會出現了 以後就會出現 OK 你們知道一下 那這裡就是公式的計算 顯顯成h等於mΔT 什麼叫h 就是熱量 什麼叫m 就是質量 什麼叫ΔT 叫做溫度的變化 理化用這個三角形 這個三角形定做Δ 代表是改變 改變就是後面寫前面 你以前80公斤 你現在60公斤 60-80-20 表示你減少了20公斤 你可以後面寫前面 不要卡 改變的意思 所以叫做末溫減出溫 s的單位叫做卡 m的單位叫做公克 然後一個單位叫做度C 所以就是卡克度C 好 這邊告訴你 他應該是要末溫減出溫 因此你可以從他的正號 跟負號就知道 他是吸熱還是放熱 如果吸熱 末溫高 就正號 如果是放熱 末溫就是負號 但是 是 同學 經常看到 通話的抓卡 就不會吸 所以呢 就變成高溫減低溫 所以 我未來教的時候 我基本上都是用高溫減低溫去算 但是如果你是用高溫減低溫去算 你必須要自己判斷 你必須要自己判斷 他是吸熱還是放熱 如果你用末溫減出溫算 就不用判斷 他會自動調整 吸熱就是正 放的就是負 所以公式叫做H等於M H叫做熱量 M叫做質量 M叫做溫度改變 應該是用末溫減出溫 但是因為同學對負號有感冒 看到負號就不太會算 所以我們通常會用所謂的高溫減低溫 如果你用高溫減低溫 如果你用高溫減低溫 你必須要自己判斷 他是吸熱還是放熱 如果你用末溫減出溫 他會自動調 末溫高正號表示吸熱 末溫低負號表示放熱 OK 這就是我們的公式 熱量等於質量乘減溫度變化 H等於M delta T 這個是你出現 目前為止出現的第一個公式 就是未來還會繼續改變 這公式會繼續改變 但基本上就長這樣 這公式未來會繼續會改變 但基本上想要這樣 OK 這叫做熱量計算的公式 H等於M delta T 再說一次 這個Delta三條形 Delta代表是改變 應該是後面減前面 應該是末溫減出溫 但未來我都是用高溫減低溫 因為同學碰到負號就開始兩瞳 就不會算 所以用高溫減低溫 用高溫減低溫要自己判斷 他是吸熱還是放熱 重點 我寫的是個Delta T 代表是改變 現在是10度 單位是30度 中間的能量變化了50卡 我知道10度相差50卡 但是我不知道10度有幾卡 我也不知道30度有幾卡 所以我只能知道熱量差 我不知道熱量 考卷上的題目 只要任何的敘述暗示你 明示你 我知道一個玩樂有幾卡的都是錯 比如說我告訴你 有一個10公克的水 一度吸 還有熱量10卡 一定是錯的 因為我不知道 一個公司到底有幾卡 我只能計算熱量差 10公克 10度 變成12度 增加了2度 10乘2 相差20卡 我只知道兩個之間相差20卡 我不知道你10度的時候是幾卡 我也不知道你12度的時候是幾卡 所以無法知道確實的熱量 只能夠知道熱量差 這是一個重要的觀念 考卷題目 只要明示或暗示你 他知道熱量有幾卡 通通都是錯的 通通都是錯的 OK 好 立體2 講100公克的水加熱 過程中2分鐘測溫一次 求你第二分鐘 第二分鐘水吸熱幾卡 就是這個數字是用表格給的 看表格就好 公式呢 公式 從最後的問題想起 老師問你要求熱量 熱量有中式嗎 有 H等於 M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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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DT應該是用末溫減出溫 那我現在就用高溫減低溫 然後自己看看吸的還放熱 好 第一個要求質量 有質量嗎 有 100公克 第二個要求溫度改變 一個是2分鐘 2分鐘的時候22度 一個是6分鐘 6分鐘27度 所以溫度也有 要說應有即有 簡單 所以帶進去 質量100 高溫減低溫 27減22 減低溫 上半拿到500卡 所以答案叫做500 答案選A 有人有問題嗎 有人有問題 H等MDT就好 OK 好 沒問題 換你 他說一公克的甲碗燃燒 有13000卡 他有90%跑掉 scape有多少 10% 好 10%呢 K是130公克 20度血水 上升到幾度 K是他上升到幾度咧 請問你 K到幾度 公式一樣 H等於MDT 3號 1號 換個男生 30號 上來 1萬3千卡 但是有90%跑掉 scape 剩下10%給我來加熱 然後要加熱 130公克的水 然後問他可以從幾度 變成幾度 題目的問法有兩種 第一種是問你上升幾度 第一種是問你上升幾度 第一種問題是 末溫幾度 10度C上升20度 會變成30度 有人是問20度 有人是問30度 要看你的題目問什麼 這一題是問什麼 這一題是問你上升多少度 是問那個20度 不是問那個30度 OK 10度變成30度 上升20度 有人是問你上升幾度 答案20度 有人問你上升到幾度 答案30度 所以看這個題目問什麼 這一題問的是上升幾度 這題問上升幾度 你要拿低 只有10%有用到 只有10%有用到 只有10%有用 那是第二題喔 這故三題喔 H等於按調查機 H等於按調查機 只要130 3 那我直接在那邊 是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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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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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東西 有上升溫度的 H等於按調查機 然後呢 13000 乘以0.1 為什麼是0.1 90%跑掉 只剩10% 質量 題目給了 130 調查機 是我要的 調查機 就是改變 就是上升或下降 就是我要的 我不用變 我剛剛講過了 有人問20 有人問30 今天問人生20 10變30 上升20 有人問20 有人問30 他問人生20 所以這樣不錯 後面就是數學 130 1300 1300 所以大概10度 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 有什麼問題吧 沒有 真的嗎 有什麼問題 確實是多嗎 有什麼問題 有什麼問題 有什麼問題